成为夫妻的是个条件,你俩符合几个 两个人能够走在一起,成为夫妻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一种缘分 而夫妻两人是带有一种特别的默契感 不是随便两个人就能走在一起 那么两个人怎么样才能成为夫妻呢 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能够成为夫妻的几个条件 第一点,两个人能聊到一起 对于两个人能够聊天这件事,看起来挺平常,挺简单 其实这也是有些难的 两个人在家的时候各玩各的,一个看电视,一个玩游戏 你们一下午也说不了多少话,还有在外用餐时 可你们两个都是低头各自各的,也不聊天 有一方偶尔想聊什么,抬头一看另一个人 就又提不起聊天的兴趣了 两个人之间这么相处,一定很无聊吧 如果两人之间有一人想要更亲近些 而另一个人却一直不前进,这样也是很可怕的 那既然要结婚,那两个人应该能聊在一起 而不适合对方在一起,无话可说 第二点,两人能够充分了解对方 两人既然要成为夫妻,那前提当然是要对对方有充分的了解 像那些步入婚姻生活以后,老是矛盾不断 整天吵架的夫妻,就是还没有对对方了解还不够 比如说,结婚前感觉对方是一位非常温和的人 脾气很好,可是没想到结婚后,却发现对方脾气很暴躁 结婚前感觉对方是一位特别有责任心的人,应该能够称起家庭 可没想到结婚以后,却发现对方对家庭根本就不怎么负责 没有多少责任心 总之如果结婚前,两个人对对方没有充分的了解 那婚姻生活可能不太顺利 所以说,两人在结婚前应该对对方做好充分的了解 了解对方的性格脾气等等 第三点,两人应该有相似的三观 两人要成为夫妻,那你们应该有相似的三观 如果你们三观冲突的话,很难维持好婚姻生活的 比如在做家务方面,一个人觉得要由一个人专门负责做家务 而另一个人却觉得家务活应该由两个人共同来做 分工作或者轮流着 一个人觉得在教育孩子方面应该让孩子多上一些培训班 掌握更多的知识 而另一个却觉得应该自己教,自己来锻炼孩子 不需要交给培训班 在消费方面 一个人觉得应该多攒些钱,投资事业或者以备不时之需 而另一个人却觉得有了钱应该学会享受 人生要充满乐趣 这些东西可不是无关紧要的 两个人可能会因此产生非常大的冲突 有些人对自己的观点比较顽固 那最后夫妻两人的感情可能就会动摇 第四点 产生矛盾后,两个人应该静下心交谈 要是两个人每次闹矛盾以后 彼此都不愿意搭理对方,开始冷战 那长时间以后,两个人的距离就会渐渐疏远 也有一些人会认为 两个人因一些事情产生了冲突 过段时间和好了就没什么事了 不需要怎么解决 其实这样想是不对的 你们再一次闹矛盾吵架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们两个人老是把以前的矛盾重提出来 然后你们的矛盾就更大了 因为你们还没有解决之前的矛盾 长时间下去,你们的感情可能会破裂 就不好挽回了 这些都是两个人结婚的条件 为了两人的婚姻生活能够顺顺利利 大家一定要重视以上的四点 大家能不重几点呢